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婚姻的幸福,和生理年龄无关,而是取决于心理年龄,两个人组成家庭,只要能幸福,年龄也没那么重要。 老张今年六十五岁,再婚娶了四十二岁女邻居,在外人看来,都已经抱孙子,还有能耐娶到年轻漂亮的娇妻,着实让人羡慕。 听着别人酸溜溜的风凉话,老张不以为然,自从再婚以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每天过得很累,但很幸福,对着镜头,他说出了自己夫妻恩爱的秘诀,值得所有中老年朋友借鉴。 六十五岁张大爷自述 我叫张志和,今年六十五岁,年轻的时候,厂里做车工,属于技术工种,工资不高,老伴也在这个厂工作。 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上班,前几年老伴突发心梗离世,丢下我走了。 儿子有孝心,担心我在老家没人照顾,就把我接去深圳一起生活。 刚到深圳时,特别不习惯,儿子在深圳买的房是高层,住在二十三楼,虽说有电梯,但出门一趟,也要花不少时间。 我平时很少出门,孙子上幼儿园有儿媳接送,我就在家做点卫生,看看电视打发时间,晚上偶尔去楼下的广场散步。 退休以后,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三千二百元,衣食住行都由儿子安排,我也没多大的花销,买药花点钱,开销也不大。 说实话,我也想再找个老伴,身边没有一个人说话,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端茶倒水,内心就有种凄凉的感觉。 之前,儿子托人给我介绍老伴,但见面以后,大多数只关心我的退休金,还问有没有单独的房子,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真心过日子。 我觉得在婚图前图房子的话,这样的婚姻也没意思,以后难免会产生矛盾,闹得双方的家庭不安宁,还不如就一个人过。 儿子和儿媳对我还不错,但和他们在一起生活,总会觉得有点别扭。 我的牙扣不好,喜欢吃软烂的饭菜,他们只能迁就我,或者单独给我再做一份,相当麻烦。 儿媳对家里的卫生要求比较高,似乎有点解体,每次我躺在沙发上看完电视,就要把沙发的布垫拆下来清洗,说是我外出以后身上没有消毒,怕把病毒带回来了。 我在小区也没认识的人,整天在家中无所事事,不像县城的老家,周围都是工友,可以随便串门。 深圳的生活特别无聊,没事干的时候,就站在窗户边上看看外面的行人。 我跟儿子提出自己回县城老家生活,也许他知道我在深圳不适应,并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强调,有什么事要及时打电话给他。 回到老家,几年没住人,房间看上去很脏,还有刺鼻的味道,顾不上休息,就开始搞卫生。 把门和窗户打开通风,被子拿出去晾晒,又用抹布擦洗家具和电器。 经过收拾,房子终于恢复以前的样子,只是少了老伴的陪伴。 由于我的血压不稳定,需要吃降压药,儿子经常打电话过来,提醒我要按时吃降压药。 当时,我去医院量了血压,一切正常,就没把吃药当回事,记起来就吃,有时忘记就没吃。 那天,我去市场买菜,又去银行取了钱,可能走路的时间太长,过于劳累,刚走到小区门口就晕倒在路上。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后来才知道是小赵送我到医院。 凑巧的是,他刚好跟我住一栋楼,还是邻居。 经过检查,医生说我是血压不稳定导致晕厥,脑部血管稍有堵塞,但问题不大,后期吃药控制,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 我怕耽误儿子的工作,就没有打电话给他,幸好小赵将我及时送到医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聊天得知,小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前年老公出车祸走了,在我们小区附近弄了一个摊位卖水果,和女儿租住在我的楼下。 小赵送我到医院那天,耽误了不少时间,我拿出三百块钱给他表示感谢,但他坚持不收。 后来回家以后,我给他女儿买了一个新书包,还有文具送过去,小孩子很是开心。 做水果生意挺累的,搬上搬下,还要去批发市场拿货,为了降低成本,都是小赵自己开着三轮车去进货。 看着他实在太辛苦,没事的时候,我就去搭把手,帮忙减轻一点负担。 怎么说呢?我对小赵只是心存感激,是他救了我的命。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要做生意,实在不容易,我只是想尽自己的能力,帮他一把,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有时候,我回家太晚,还没有吃饭,小赵就喊我去他家里吃饭,彼此相处还算融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俩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微妙变化。 小赵也称呼我为张哥,每天按时提醒我吃药,换下来的衣服,还主动拿过去洗,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我比小赵大太多,也不好意思将心中的想法挑明,倒是小赵将窗户直捅破,红着脸对我说,如果你不嫌弃我和孩子,我们就一起过吧。 我拉住小赵的手,说道,能和你过日子,是我这辈子的福气,我都快七十了,就怕你接受不了。 当时小赵也说出了内心的真实。 感受,过日子图的就是踏实,相处下来,觉得我这个人心好,对待孩子也是真心,只要人好,年龄不是问题。 小赵还提出,结婚以后,他不要房子,退休金也由我自己打理,只要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就行。 我跟儿子通过电话,说了和小赵的事,没想到他非常赞同,总算找到合适的人,催促我们早点领证。 在家人的祝福下,我和小赵领了证,结为合法的夫妻。 我给小赵办了酒,还给了彩礼,婚礼虽然没有年轻人那么风光,但是整个过程让我感受到了幸福。 记得结婚那天晚上,小赵对我说,遇到我,他很幸运。 我也很感动,认为自己在这个年纪还能遇到他,也是我的福气,今后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的晚年幸福,不再孤单。 晚上虽然我们很疲惫,但还是圆房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爱的表达。 在婚后,第一次虽然很紧张,但我很顾及小赵的感受,非常体贴,我也展现了自己老男人的技巧,让小赵感受到了很多意外的惊喜。 在婚后的第一次,我们并没有觉得尴尬。 跟我结婚,小赵只有42岁,他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周围总能听见一些难听的话,有人说,这么年轻就跟了糟老头子,不是图钱就是图房子。 我存款是有,但并不多,住的也是一套破旧小房子,但我知道,小赵不是这样的人。 有时,我和小赵出去买东西,别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就和小赵分开一定的距离,但是小赵却拉住我的手,说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干嘛要躲。 婚后,小赵的饮食习惯也跟着我改变,我吃什么他吃什么,煮饭的时候,尽量多放点水,让米饭不会太硬。 晚上,我有打呼噜的习惯,吵得小赵睡不着,我提出分房睡,但小赵怕我晚上冻着,万一有啥情况,身边也没人,不放心,让我去另一间房睡。 我以前没事的时候,经常去公园打太极拳,自从结婚以后,水果店里的生意太忙,就再也没有去过。 我在店里帮忙上架水果,弄一下店里的卫生,给顾客打秤,还要去进货。 两个人轮流手电,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但很充实,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小赵怕我累着,总不让我站着干活,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干点活反而觉得舒坦,就当锻炼身体。 每天晚上,小赵就给按一下胳膊老腿,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有句话叫累并快乐着,用来形容我婚后的生活再恰当不过,虽然比以前累点,但日子过得踏实。 身边有个说话的人,有什么事可以商量,两个人相互关心照顾,生病了有人端茶倒水,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初我和小赵结婚,很多人并不看好,如今我们用幸福的生活,彻底将那些流言飞语逐个击破,证明年龄差距大也可以拥有婚姻。 从古至今,年龄差距大的婚姻不被人们看好,但是社会在进步,很多的女性选择比自己大的男性作为伴侣,并不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 就算物质不好,和伴侣的年龄相当,结婚以后合不来,两个人动不动就吵架,根本就得不到想要的幸福,最终有可能离婚收场,受伤的还是自己。 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当你真正成为母亲或父亲时,才能体会到家庭的重要。 人的外在因素,并不能决定婚姻的长久,这些只是表面能看到的东西。 人的内心,和对另一半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幸福。 假如说,一个男人长得年轻帅气,家里又有钱,但是不会真心是一代人,相信没有多少女孩愿意嫁给他。 哪怕年龄大点,但懂得疼人,处处为对方着想,这样的男人也会被大多数女人所接受。 杨振宁82岁时娶了28岁的翁藩,他们彼此恩爱走过近20个年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一颗真心。 男人顾家疼老婆,即使年龄比对方大,女方也愿意一起生活,只要把那份该有的幸福带给他,就能成为让人羡慕的婚姻。 每句《欲望都市》里说,我们在床上表现如何,就表示我们生活过得如何。 我们在床上表现如何,就表示我们生活过得如何。 深表赞同。 夫妻间的睡姿看似是一件普通的小事,然而它却真实地反映着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和感情的好坏。 平时我无法满足小赵的时候,都会用这些姿势去表达我的爱,分享给大家。 一、勺子是拥抱。 顾名思义,女人背对着男人,男人把女人拥在怀里,就像是勺子一样。 据说,20%的夫妻都是这种睡觉姿势。 对于女人而言,被男人拥在怀里入睡,其实是一种充满安全感的表现。 无论外面是风是雨,窝在她的怀里,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个美梦,或许梦里也有她的身影。 那是一种安心,也是一种浪漫,更是一种幸福。 而对于男人而言,从背后紧紧抱着你,其实体现了她对你的占有欲,还有珍惜。 她抱着你,就像是抱着整个世界。 不需要什么言语,爱意早已肆意弥漫。 躺在胸口,一方被搂抱。 这种姿势很容易理解,就是女人躺在男人的胸口,枕着男。 人的胳膊,两个人头靠着头。 这样的姿势,其实有一种支配和顺从的含义。 女人愿意把头靠在男人的胸口,就代表了你对这个男人的信任,依赖和爱。 因为足够信任,所以可以把最重要的部分展露在她的面前。 因为非常依赖,所以就算枕着胳膊并没有枕头柔软,依旧不愿意离开。 而男人用胳膊作为女人的枕头,一拦手就可以将你紧紧相拥。 这实际上体现了她的支配欲和掌控欲。 而且,用手臂搂住对方,也是保护对方的一种表现。 用这样睡姿入睡的夫妻,一定彼此深刻信任,心底深深相爱。 二、面对面拥抱。 面对面拥抱,这样的姿势应该很显而易见了。 你们一定非常亲密和相爱。 保持这样的姿势,一个抬头就能看进对方的眼神,一个呼吸就能交换彼此的温暖。 适合在睡前呢喃续语,也适合在闭眼之前交换一个温柔浅泉的吻。 人与人之间的眼神对视,往往只会留给最亲密的人,因为只有非常相爱,才能做到坦诚相见。 睡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她,带着困意,还要凑过头来吻你。 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也是她,睡眼朦胧,下意识地还会贴近你的额头。 如果你们最习惯的是这样的睡姿,那么恭喜你,你们的感情真的非常好。 三、四肢纠缠是拥抱。 四肢纠缠是拥抱的睡姿,是夫妻感情最亲密的体现。 交织纠缠的其实不是四肢,而是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精神世界,和你们的未来。 当你爱着一个人,一定会渴望与他产生肢体接触。 这种欲望越强烈,就代表着你们越相爱。 四肢纠缠的睡姿,便代表着你们彼此都非常依赖和深爱对方,所以一分一秒都不愿意分开,甚至恨不得将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 而且,这样的睡姿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一方面是太热,另一方面如果对方比较瘦,你还会觉得很渴。 但这些生理上的不是,都敌不过心理上想要靠近对方的欲望。 四,占据是睡姿。 睡觉是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所以往往喜欢摆出让自己最舒适的姿势。 而这样的姿势,往往是很占地方的,比如最常见的大字形。 如果两个人都只想用自己最舒服的姿势睡觉,各自抢占着并不是太大的床上的位置, 甚至还因此互相推散嫌弃,那就代表你们之间的感情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爱是体谅和退让,不爱才是攻击和自私。 若是一个人在床上都不愿意让着你,那么在生活里,往往也不会对你太客气。 如果你们的睡姿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征兆,一定要小心,找时间好好和对方聊一聊。 早日发现问题所在,才不至于感情日渐分崩离析。 五、背对背入眠 当一对夫妻开始背对背入眠,中间还留有很大的空隙,那就说明这段感情其实已经很淡薄了。 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但却根本没有和对方交流的想法,也丝毫没有触碰对方的欲望。 身体的距离那么近,两颗心的距离却那么远。 如果你们是这样同床异梦的睡眠姿势,那就需要格外警惕,及时发现矛盾所在,否则真的会出大问题。 当感情走到了这一步,如果你还不想办法及时挽回,这段感情迟早会淡薄到消失殆尽,而你们也终究无法继续走下去。 百年修得同传度,千年修得共枕眠。 余生,愿你我身边都有这样一个,同床又同梦,心动又心安的人,彼此一起共度人间烟火,一起看尽世间繁华,直至暮雪白头。 老年痴呆是很多中老年人会遇到的问题。 据最新数据统计全球每十万人中,三十到三十四年零段的人就有1.1人患有痴呆。 六十到六十四年零组中,这一数字为七十七点四,但处于三十到六十四岁的人群平均有119人患病。 刘大业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刘大业今年八十五岁了,在二十年前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症状,从开始的丢三落四,发展到现在正常生活几乎都无法自理。 他现在完全离不了人。 就在本月初,刘太爷在院子里晒太阳,妻子见他在自家院子里也没太担心,放心地去做家务了。 没想到的是等妻子做完家务后,刘大业不在院子里了,这让他慌了神,赶紧报警并通知子女一起回来找刘大业。 一家人找了整整两天,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所有人都焦头烂额时,刘大业自己回了家,回家时他整个人跟流浪汉一般,全身脏兮兮的,饿得不轻。 至于他是怎么找回家来的,他自己也说不上来,这已经不是刘大业第一次走失了,但却是第一次走失这么久。 刘大业的妻子暗暗下定决心,之后一定不能离开他一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 在生活中,像刘大业这种情况的老年人非常多,不少老年人却不像刘大业如此幸运,走失后还能回家。 到底是什么偷走了老年人的记忆? 一、夺走老年人记忆的罪魁祸首。 老年人患老年痴呆和多种原因相关,这三个原因十分多见。 一、坏胆固醇。 含量超标近期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这样说的,他们的专家研究追踪了23年,研究对象是超过180万名40岁以上的成年人。 研究结果是中年时超标的坏胆固醇,与十年后患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 也就是说,中年人血液中坏胆固醇的水平越高,之后十年患上痴呆的概率就越大,血脂水平越高,发生痴呆的风险也越大。 胆固醇的正常值通常是在2.9到6.0毫模尔每升,超过这个值就是表现为胆固醇高。 这四种食物就是常见的高胆固醇食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注意。 1. 皮蛋 皮蛋里面含有大量的胆固醇,100克皮蛋里面就含有600多毫克的胆固醇,含量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经常吃的话,会对血管、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 2. 骨头汤 很多人觉得骨头汤大补,冬天尤其喜欢喝,但我们要搞清楚,大骨头本身含有大量的胆固醇。 熬成汤后,胆固醇大多落入汤中,喝汤反而不利于血管健康,所以压骨头汤我们一定要少喝。 3. 动物内脏 指的是动物的肝、心、肺。 我们都知道,动物的内脏通常含有很高的胆固醇,尤其是胆固醇高的人,要避免过多的食用动物内脏。 另外呀,动物大脑中的胆固醇含量也很高,同时还含有脂肪酸,多吃的话对身体非常不好。 4. 肥肉 相信有不少人是很喜欢吃肥肉的,肥肉当中含有许多饱和脂肪酸,我们常吃肥肉的话也会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所以我们要少吃这些食物,我们不能让血液中的胆固醇太高,把胆固醇降得低一些,我们的心脑就会更安全一些。 胆固醇能够从食物中获取,自然也能够通过食物对它进行抑制。 2. 糖尿病 糖尿病是现代人身上十分高发的富贵病,一些老年人患病后没有积极控制血糖,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出现,包括脑血管病变,糖毒性,胰岛素抵抗以及低血糖等。 3. 脑血管病变是大脑内的血管发生病变,在病变后会导致血脑屏障破坏,内皮神经会因此而退化,诱发老年痴呆,长期高血糖会诱发糖毒性,引起脑组织出现特定病例性改变。 3. 胰岛素抵抗则会导致体内多个器官出现功能性损伤,其中就包含大脑,亦导致大脑组织能力下降,尺寸改变等,低血糖同样会诱发大脑功能损伤,引起神经元损伤,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3. 年龄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和年龄之间有很大联系。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大脑会逐渐衰退,超蛋白和老年痴呆关系密切的分泌量会增加,随着超蛋白增加,老年痴呆的患病率也会显著增加。 2. 老年痴呆也有症状别傻傻的错过了。 3. 老年人患老年痴呆时,早期都会出现和刘大爷相似的症状,在生活中出现不认识人,记不住回家的路的情况,在日常很容易走失,也有些老年人会出现记不住近期发生的事情,无法通过语言表达需求,知道自己要什么却说不出口。 3. 脾气变得十分固执古怪,极易发脾气,一些常用的物品,突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等,上述的症状都是老年痴呆比较早期会出现的症状。 3. 该病发展到后期会让老年人变得如吃傻了一般,生活完全无法自理,也感觉不到饥饿,需要人时刻的照料。 3. 当发现家中的老年人有出现上述的异常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就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干预。 3. 睡得越少越易患老年痴呆。 很多人觉得睡眠和老年痴呆之间也有关系,但是却不太了解到底是多睡好还是少睡好,对此美国加州大学圣迪哥。 药学院与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共同进行过一项研究,研究选取了一百万成年人进行了为期六年的随访。 结果发现,每日睡眠时间保持在6.5到7.4小时之间的成年人,死亡率最低,睡眠时间超过了8小时的人群,中风死亡的风险增加了1.46%。 除了会增加死亡风险以外,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会比常人增加两倍。 想要预防老年痴呆,降低死亡风险,调整睡眠时间非常重要。 4. 一晚,汤帮你预防老年痴呆。 顾爷爷是一位抗战老兵,虽然已经92岁高龄,却依然精神绝朔,耳聪明目,身体素质甚至比一些中年人还要好。 大家都很好奇顾爷爷的长寿秘诀,爷爷回答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早餐时都会喝一碗自己煮的粥。 早餐一碗,长寿汤,头脑清楚人健康。 想要长寿,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大脑为人体生命之源。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大脑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 头脑越清楚,身体就越健康。 而顾爷爷每天早晨所喝的粥,就对大脑非常有益,有见脑补气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早餐的做法吧。 核桃芝麻一米粥。 食材,核桃四至五颗,黑芝麻一米粥一把,鸡蛋一个,牛奶适量。 做法,将食材直接放在一起煮即可。 如果时间宽裕,也可以先用破壁机将食材打碎,之后再煮成粥。 这样口感会更为细腻、柔滑。 这碗粥是如何起到剑脑延寿的功效的呢? 主要归功于三种食材,核桃、黑芝麻和薏米。 一、核桃。 核桃一向享有长寿果的美誉,中医认为它可补肾养血,致肺润肠,见脑乌发。 现代医学也证明,核桃中富含的精氨酸、油酸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关心病、老年痴呆等颇为有效。 不过核桃所含的油脂也比较多,每一百克热量高达六百二十七千卡。 所以,不宜多吃,每人每天吃四五颗约四十克左右即可,容易上火的人更要少吃。 另外,食用核桃时尽量不要剥掉核桃人表面的褐色薄皮,避免营养物质的损失。 二、黑芝麻。 中医上讲黑色入肾,黑芝麻具有补肝肾、润五脏、益气力、长肌肉、甜脑水的作用。 黑芝麻富含维生素液,每百克含量达到五十毫克,可有效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起到不错的美容养颜抗衰老作用。 黑芝麻的含钙量也非常高,约为牛奶的六倍,常吃有助于中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 另外,黑芝麻富含生物素,对身体虚弱、早衰、药物、疾病等原因引起的脱发也有一定疗效。 三、易米。 本草钢木记载易米健脾异味,补肺清热,驱风除湿,养颜助容,轻身炎年。 易米在五谷类中纤维含量最高,而且低脂、低热量。 如果每天食用五十至一百克的易米,就可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及三酸甘油脂,辅助预防高血脂、高血压、中风、心脏病等疾病。 注意,易米比较难煮烂,煮之前最好提前浸泡一碗。 核桃、黑芝麻、一米三种食材搭配,既可补先天之本,肾,又可补后天之本。 提味,再搭配上牛奶和鸡蛋,更利于消化吸收。 而且,这碗长寿汤满足了一份合格早餐必备的三种营养素。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配比非常合理。 每天早晨喝一碗,营养又健康。 五、两个动作。 八十岁不痴呆,一百岁轻松过。 一、舌头糙。 日本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生活中坚持锻炼舌头可以间接刺激脑部和面部的神经, 从而减缓大脑萎缩,同时可防止面部神经、肌肉老化。 日本科学家曾对八百名志愿者进行对比研究, 让一组志愿者每天早晚刻意坚持活动舌头, 另外一组志愿者则不特别活动舌头。 这样的实验持续了大约半年,科学家发现, 坚持活动舌头的一组人, 他们的大脑细胞明显要比没有特别活动舌头的后者活跃, 处理问题的反应力也要比后者快。 日本科学家说, 这一研究结果让我们寻找到一条延缓大脑衰老的非食疗方法。 基于这项研究, 日本科学家建议老年人每天早晚可以活动舌头, 来活跃脑细胞, 防止脑衰老, 脑萎缩。 一、吐舌头。 舌尖向前, 尽量伸出, 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 然后收回卷起, 反复十次。 二、转舌头。 让舌头在口腔内, 慢慢地以最大范围顺时针转十圈, 然后再逆时针转十圈。 三、舌头舔牙齿。 将舌尖轻轻抵住上额十秒, 然后抵住上齿外侧十秒, 下齿外侧十秒, 下齿内侧十秒。 这套操作起来不拘舌时, 早上可以, 中午可以, 晚上也可以, 建议早晚个做一次。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 大脑灵活, 不衰老, 不萎缩, 各个器官, 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进行。 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是有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数据证明的。 平时做作, 省钱不说, 还安全。 二、手指操。 由于老年性痴呆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在生活中, 可以通过一些操作。 简单, 方便一行的小动作进行训练, 使大脑皮层得到刺激, 对老年痴呆起到改善作用。 一、自我握手。 左右手掌靠拢在一起, 交替对握, 关键在于右手拇指要有意识地 用紧抓住左手的小鱼肌肌。 左手拇指抓住右手的小鱼肌肌。 紧握三秒钟后双手分开。 左右相互紧握五至六次。 二、旋转拇指。 如果感到体力不足, 不妨试着让拇指做360度旋转。 旋转时必须让拇指的指尖尽量化圆形。 起初也许会感到不顺, 但反复进行几次以后, 拇指就会有节奏的旋转, 而且让人觉得心情舒畅。 一般让拇指按顺时针的方向及逆时针的方向各自旋转, 一至两分钟即可。 三、手指交叉。 当感到大脑反应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时, 不妨把双手手指交叉得扭在一起。 一只手拇指在上交叉一会儿后, 再换成另一只手拇指在上。 然后将手指尖朝向自己, 并使双手腕的内侧尽量紧靠在一起。 反复进行几次。 四、温风吹手。 如果使用电吹风对手掌进行刺激的话, 只花三至四分钟就可取得保健效果。 用电吹风向手掌送去温风, 感到烧热时, 就把电吹风移开, 然后再靠近手掌吹风。 这样反复进行六至七次, 使整个手掌都被电吹风吹出的温风刺激到。 五、转动小核桃。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专家表示, 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生活中经常使用手指旋转钢球或核桃, 或双手伸展握拳运动。 经常做上述运动, 可刺激大脑皮质神经, 促进血液循环, 增进脑力灵活性, 延缓脑神经细胞老化, 预防痴呆。 方法是将小球或核桃握在手中, 用力握同时呼气, 然后深吸气并将手张开。 或将两个小球或核桃握在手里, 使其左右交换位置转动。 当有烦恼和不满情绪时, 用此法可疏导不良情绪。 还可以两手心用力夹球相对按压, 先用右手向左手压, 然后翻腕时左手在上, 左手向右手压, 边压边翻转手腕。 此外, 还可以用食指和拇指夹球, 依次左右交换进行。 除了以上办法可以减缓脑萎缩, 还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大脑。 六, 多吃三种食物可预防。 一, 鸡蛋。 鸡蛋是老年人应该要多吃的。 鸡蛋当中含有的丰富蛋白质, 就不用多说了。 有许多的年轻人在平时也非常喜欢吃鸡蛋。 到了老年的时期, 更加是应该要多吃鸡蛋。 鸡蛋当中含有的优质蛋白质, 能够补充人体所需, 同时也能够起到让脑细胞生存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久的这种功效。 鸡蛋有补脑和增强记忆力的效果。 许多老年人在患有老年痴呆的时候, 就是因为记忆力已经完全不能够受自己所掌控, 吃鸡蛋则可以起到增强记忆力的神奇功效。 2. 牛奶 除了要多吃鸡蛋之外, 喝牛奶对老年人也是有好处的。 牛奶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钙元素, 在人年纪稍大之后, 体内就会出现缺钙的这种情况。 中老年人缺钙的情况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 给老年人补钙是非常有必要的。 只有补充了钙之后, 身体才会感觉健康。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牛奶和预防老年痴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喝牛奶在补充钙之后, 也能够加速脑部的细胞再生, 增强记忆力。 3. 核桃 核桃也是补脑的食物之一, 在人年纪稍大之后, 就可以让这些中老年人多吃核桃。 核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但是核桃油脂含量高, 中老年人还是要控制食用量。 总的来看, 想要预防老年痴呆, 除了在平时要多注意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之外, 也要注意自己的脑部训练。 子女也应多观察父母, 多和他们沟通和交流, 一旦出现类似于老年痴呆症的症状, 应及时就医, 去专业的认知、门诊、做检查。 老年痴呆症晚期难以治疗和护理, 所以早发现早控制、早受益, 能最大程度减轻疾病对老人带来的伤害。 小姐